大家好,先幾天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及 有些人指控中國政府患上國家安全妄想狂 你可能看過這篇文章,有些朋友看了問我 可否多說少少妄想狂呢? 我不是一個心理專家,我只是一個講常理的律師 妄想狂的定義,一般來說 被認為是毫無根據的恐懼症狀 是毫無根據的恐懼症狀,意思是沒有事實去支撐 你對一些事情或對人有一種無名的恐懼感 或者我用一個例子去演繹一下 例如你最近在家裏有很多爆竊案件 你跟家人說,是否應該在窗上加一些窗花呢? 你兒子可能會跟家人說,對不起爸爸 製造了窗花,看外面的觀感不太好 看東西不太全面 但家裏經過討論後,仍然覺得家裏的安全 比對外看的景色更重要 都是決定起的窗花 那算不算是一種妄想狂呢? 即是保護自己家裏的安全 去做一些事,去防止不好的事情發生 是否算是一種妄想狂呢? 我覺得不是,對不起 我覺得防範於未然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權利 更加不要說國家的利益或者國家的安全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安全的法例 永遠都是防範於未然 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 是等到自己的政府被推翻或者顛覆了 然後去通過國家安全法 你看看美國、英國、西方國家 全部都不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通過了國家安全法 保障國家的安全 才是一個重要的國家的政策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說 我們中英聯合聲明簽了 英國同意將香港主權回歸於中國 但同時就說,對不起我簽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中國是沒有權力去保護自己整個國家的安全 因為香港一個小小的地方 因為一個兩制 你就不可以保障全中國的安全 這些說法怎麼可以說得過去呢? 所以有人說通過國家安全法 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這些真的是廢話 那些廢話也是毫無根據的說法 從這個角度看,國際人權公約 其實寫得非常清楚 是聯合國通過的一個舉世的價值觀的典範 所有的所謂自由都會因為國家安全 而可以透過法律去限制 國家安全法正正是一種限制 即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的一種法例 既然是一個舉手的標準 那為什麼中國通過一個國家安全法 就會被視為違反人權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不可接受甚至需要制裁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這些想法 是不是對於中國 對於香港 對於一國兩制 是一種莫名其妙無事實根據的恐懼呢? 如果是的話 其實去針對香港的國安法 認為它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認為它破壞了一國兩制 甚至是鉗制了香港人的自由 這種想法 只是一種中國妄想狂症狀的表現 很可惜 這種妄想狂 中國妄想狂 或者政治妄想狂 不僅是西方國家有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人 是幻想了這個絕症 是無若可依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要更加努力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令到這群 幻想了中國政治妄想狂的人 可以回頭是岸 明白是理 知道香港現在發生了什麼事